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百 再加个一 三百 那么多呀 妈 甭高兴太早 别看这么多 给您算算啊 交一部分管理费 一部分卫生费 再一部分税和料天 再交点乱七八糟的 剩下的才是咱们的哪 这也不少了 再有俩月本就回来了 卖魂子能挣这么多钱呢 就是个事呢 你说 哥 你是不是中午才出头啊 那你带我出门走走吧 我都已经多星期没出门了 行啊 你看我这忙的 都忘了 到现在就走 我也去 妈 你别去了 那个哥一个人陪我行了 不是 妈 你歇着吧 别饱了 今天够用了 那你们加点小息啊 好嘞 佳佳 哥最近太忙也没顾上你 以后 没事哥就带你出来 好 哥 我想喝水 这附近哪有卖水的呀 那满路对面好像有一个小卖部 刚才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了 行 那你在这儿稍稍才能等我啊 我这就回来 好 还担心你没有看到邮姐 回去这么点时间 我现在天天在网上挂着 跟着中学生似 谢谢 那个 邮件你看了吗 那你第一次说 那你第一次说 我还是只能对你说 谢谢 你真的觉得我们有可能在一起吗 你还是不相信 我相信你 但那只是你寂寞时候的一些未经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在一起了 六四儿 佳佳樵 不就有废倾 呢 对 需要 Angie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尽我身份考虑的 我既然说了 我就一定能做得到 我们两岁之间发生那么多事 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 我现在就想安安稳稳地过一次 但是你们林家 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你们安心的天 好 我現在就是安安過温度過日子 但是你也知道 心裡不願無果然與安心 来啊 龙哥 兄弟敬你一杯 老亮 烧吧 葫芦丽卖的什么药啊 你大哥回来了 做兄弟就知道了 给你这儿接个风 洗个尘呢 那 这也不对啊 少来这套啊 现在就咱俩 有什么猫腻就赶紧说 是不是惦记上 我们工程那个水泥单子了 你想哪儿去了 咱哥俩今天说好了 咱不谈公事 不谈公事 你准备了这么一个包件 你不嫌冷清 我还嫌冷清 你不嫌冷清 孟哥 兄弟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你肯定喜欢 有点人说 有点满意 你肯定乱 你肯定 hören 你肯定是一份大礼 你肯定要满意 然后就像天然以外 是你肯定要满意 是你肯定要满意 你肯定要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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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格 你肯定要满意 兄弟为你准备这份大礼 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呢 要不是这小子自己熬不住了 偷偷跑回博北来 他还能过两天舒服日子 老亮 叫你的人先出去 老亮 这也没我事了 你们慢慢聊 这歌厅是我开的 怎么这样的都没关系 两个小子在路口 又是最是酒 我不是你大哥 我就是你大傻子 你把我卖了 我还帮你赎钱 我还帮你赎钱 大哥 这肯定是我认识的人 这肯定是我认识的人 要不然 他们 他们怎么能蒙着我眼睛呢 他们就是不想让我看出来 他们是谁 我再想想想 大哥 大哥 我听着 听着电话里的声音好像一个人 谁啊 谁啊 说了你别挂我 说了 行 想林一南 都不会了 是吧 林一南 是我秦兄弟 你他妈知道吗 大哥 我 我在电话里听着千真万全 他就是林一南呀大哥 真的啊大哥 你相信我啊 大哥 哥 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有一个好朋友 接手了一个小饭店 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你过去帮帮他吧 挣的钱 五五分成 这是什么意思 算是怜悯吗 你了解我 你觉得我不接受 行飞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的家人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弥补一下吗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做的什么 这个事实 就没什么迫不得已的事 都是在面临插路口的时候 自己做的选择 就像是 你当初选择当律师 选择留在国北一样 你已经选择了这套路 刚才还要给自己的选择找借口 我只是想让他来 我还是会让他来 还要给你 你当初选择 你还要去哪个人 什么时候 你怎么会让你来 都没有帮助 你这么厉害 你怎么会来 你怎么会让我来 回来了 林一南呢 还没回来了 他去哪儿了 这 我哪知道啊 一南他没做什么错事吧 错事 他能干什么错事 他敢的帮着呢 小芒 一南是你弟弟 你玉莎都让着他点 他现在小 将来他会感激你的 我爸呢 在楼上呢 他血压有些高 刚睡着 老师有事 能不能明天再说啊 好 苏姨 好好照顾我吧 我跟一南 没什么事 你 我跟一南 你今天晚上千万别回来 你哥正找你呢 好像出了挺大的事 你怎么得罪他了呀 你别管了 早点睡 走 干吗 你 champions 借 Hause 你说的那些话 我回去想了半天 如果 我愿意放弃现在的生活 如果 我愿意放弃我的家庭 你能不能选择我 我说的是真的 其实我这个人 不是个爱享受生活的人 我觉得 身边有一个 真心实义疼我的人 我就心满意做 我特别想往那种生活 累了一整天 回钱 把钱 我老婆手里一塞 然后倒头就睡 那叫睡吧 夜体多小啊 太阳的生活能过一遍 没有 就是每天都多小 一起 趁过一次来就没那么好 也许过不了几天你就会厌倦 佳佳 如果有什么办法 原来你相信我是认真的 请你告诉我 我马上就走 只有没有 对 想过你的家人吗 你真的可以说离开他吗 就离开他吗 你 就离开他吗 我会找个合适的理由啊 尽量不去伤害我老爸 我把我年龄大了 身体也不好 我不想去刺激他 但是我答应你了 我一定会离开这个桥 莫莫 你好好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是一个半岁的人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你确定 我是你要找的愿望 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会一直爱你 所以我的答案是 我决定 你现在就和我回家了 我要让你妈和我哥也在呢 你哥 你哥 他跟我们家的仇那么深 你 他能原谅我吗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呢 我答应你 我会试的 贾强 你先回去 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办法 等我办完了 就去你家找你 什么事 男人的事 在我离开仙前 要做个了断 你放心好了 这件事很简单 我很快就办完了 我答应你 我一办完 就去你家找你 我 就去你家找你 你要 我要我妈 还有我哥 一起等你 我 我 妈 一南 你可回来了 你昨天晚上躲哪儿去了 他们都没在啊 他们都出去了 一南 你和你哥又怎么了 你别问这个 一南 哥 老安 你昨晚跑哪儿去了 一宿没回家 我跟几个朋友喝酒喝多了 就睡在外边了 现在呢 有事吗 没事啊 那就出来坐坐去 我有事跟你商量 我回来那么长时间了 咱哥俩 还没好好说过话呢 好啊 我也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聊聊 后半夜没什么人 早点把摊收了啊 喂 哥 今天不出摊了 行吗 好 怎么了 有朋友要来 想让你们见见 什么朋友 来了就知道 以前我们见过呀 别问了 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你看你 你看你 你怎么不早说呢 这种事儿你没来找我 找你们总经理去 林总今天没来公司 那你们给他打电话呀 打了一直关机 林副总也没来 他们会不会在一起 出去吧 对 你疯狂了吗 你找他吗 你找我吗 你找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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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要来的人是谁 哥 真别问了 一会儿来了不就知道了 那我要是忍不住抽她呢 哥 你干吗呀 人家好歹是我的朋友 你要是任我这个外面的话 就心里尊重我的朋友 你不要 爸 我求你了 愿他把饭吃 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採击 今天生意这么冷静啊 本你的那个先生已经把茶楼放下来了 先生 这边请 我知道错了 看来你已经知道我为什么找你了 但是我得跟你说清楚了 我都告诉你 都是郑公和老魏他们怂恿我干的 他们跟我说路都铺好了 只要我再往前卖一部整个公司 就都是我的了 他们说你太强势容易冲动 到外地去冷静一下对大家的好 还说 只要你在公司里面 公司的项目都得砸 放屁 绑架 利用 违逼 这些损伤我自己都不会 谁教你的 老魏和郑公他们安排的哥 我不想让你走啊哥 我也没想到能把爸爸气成那样 其实后来我后悔了 他是来不及了 只能一脚这牙蛮蛮下去了 你从小到小挺快的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 看在你只有这么一个弟弟的份上 你罚了我这次 你是我弟弟啊 你别相信他们说的话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记得小的时候 谁看见咱们哥俩 都说我们长得小 那个时候我长得小 咱们隔壁机关大院的那帮大孩子老是欺负我 抢我的钱 但是我不怕 因为我有一个好哥哥 每次他们一欺负我 每次他们一欺负我 你就拿着抱球棒 去找他们替我报仇 打到他们到处跑 你让他们打得浑身都是谁 腿上还疯了自己 后来爸妈问你怎么弄的 你说是上体育课甩呢 那时候咱们家穷 我就想吃一口烧鸡 可是家里买不起 我记得那回是 我过十一岁生日那天 你给我叫到学校操场上那一觉 从书包里拿出来一只烧鸡 他说一口全都吃完了 你就那么看着我 一口都没吃 后来我才知道 你是瞒着爸妈出去打了两天工 自己什么都没吃再生下来 可 弟弟真是不应该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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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别说了 你就这样 你怎么这么多了 什么都知道 你为什么还做这件事 哥 你怎么处置我 我都没有怨言 但你能不能答应我一键手 对我妈好的 好的才没有亲人了 你怎么对我 我就这么对你 湖南那边 正在筹备分公司 夏拙一 你带着苏义故去带着暴斗 适配适专都是你 家丑不能卖洋 你我师批都有输 也有领奖 就没你这个位置 你是真的再也不想 见到我那么高 好 那弟弟就再也不在你面前出现了 让弟弟 今天最后一杯酒吧 你到底没想到我 你不来 能干吗 吃 你 人 你 你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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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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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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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手一定要狠 要第一级就知对方的死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一上了先装的软弱来马铁 突然出手 这都是小时候打架你教我的 怎么现在全忘了呢 后面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做得干净 李老板 咱们又见面了 家姐啊 你跟你那个朋友约的是几点呢 他咋现在还不来呢 要不 要不你打个电话问吧 看看他是不是人家忘了 他一定会来的 他一定会来的 哥 是 再等等吧 等会儿来的 我可以说 他你要听人家 我听到我听到他 我听到你了 你听到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让我看你表现 就你这德行 我办的当然是大事了 你怎么会懂 你跟谁说话 那你啊 老林 林作声啊 我认你的时间够长的了 自从我到这个公司里来 安切把握地看 我为了谁 我都是为了你 可是你呢 你自以为是 你是怎么对我的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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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